印度北部阿坎德省6月份遭到暴洪肆虐 造成数千人失踪 而印度政府宣布 洪灾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 近6000名失踪人口将被视为推定死亡 而上月的洪灾也造成食物价格飙升 民众生计再度受到影响 印度北阿坎德省6月份暴雨肆虐 引发严重洪灾 至今仍有近6000人失踪 印度政府已经宣布 这些失踪人口从本周开始 即被视为推定死亡 但确切死亡人数仍然难以估计 洪灾也造成印度粮食价格飙升 尤其现在进入伊斯兰教的斋戒月 食物再次供不应求 印度本周已经进入雨季 豪雨夜队各地区造成部分影响 新常人雅菜电视吴博轩编译 于室得翻译